沙巴水门案经过八年的漫长法律程序 终于有了结果 亚比蒂庭今天裁决 沙巴水务局前局长阿旺达西夫妇 及前副局长林南炳 共面对的37项洗黑钱控状 表罪成立需出庭抗辩 陈審法官阿布巴卡玛娜说 双方在案件中所提供的证据充分 成功证明了三名被告 所面对的37项控罪 全部表罪罪成 根据控状 三名被告被控在2005年到2016年期间 通过洗钱和非法活动的收益 拥有奢侈品和昂贵财物 涉及的现金和银行存款高达6157万令吉 抵触了反洗黑钱及反控融资法令 立庭则定明年2月26号到28号 以及4月28号到30号 进入被告抗辩阶段 并允准延长三名被告的保外候审期限